我们下期准备 罗伯尔兰兰曼 代表德国 史蒂芬林德曼 德国的男子丹华冠军 罗伯尔兰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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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德国的老将林德曼 那么刚才的这套短节目音乐是来自于 由汤姆克罗斯主演的美国电影《唐一陷阱》 那么这部电影的配乐呢 曾经获得过第66届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提名 林德曼曾经在04年主场世界锦标赛获得第三名同牌 也是德国自1983年之后第一位获得世锦赛男子丹人华奖牌的选手 在去年的奥运落选赛赛当中获得第8名为德国在这次的冬奥会上获得了一张男子丹人华的入场券 刚才的这一套短节目总能说发挥的还是不错的 因为毕竟是29岁的老将了 他这是第二次参加冬奥会 都林排名第21 先来看一下阿克萨尔的三周跳 这个动作做得很不错 再来看下面的这一个 后外点兵的 一二三三周再接 后外点兵的三周 这个动作的分值是八分 我们给大家介绍过 在花样华的跳跃当中 以三周跳为例 他的五种三周跳 分值最高的是勾手跳 勾手三周是6.0的分值 分值最低的是后外点兵的三周 他的分值是4.0 所以虽然都是大家可能很多人 完全都是三周接三周 但是分值不同 就是因为他们的组成不同 有的人呢 他是选择了难的 比较难的 比如说勾手三周 接后外点兵三周 那么他的分值就肯定要比两个 后外点兵三周相连 分值要高 林德曼刚开始学花样华的时候 其实也是歪打正着 他小时候想学冰球 那么学冰球呢 你首先要学滑冰 他后来滑着滑着 就发现自己更喜欢 这个花样华冰了 因此就专攻花样华了 技术分是37.70分 这个技术分比欧景赛要略为低到两分的这个左右 主要是他的这个完成质量 当时没有欧景赛那么高 所以他只有一加分没有加那么多 节目内容分30.80 这样短节目的成绩是68.50 目前排在第四